人老了才发现,这二十个百分之九十几个比一个扎心 第一个,人老了才发现,无论你多注意卫生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子女都嫌你脏 第二个,人老了才发现,你辛辛苦苦一手带大的孙辈 长大以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跟你不亲 第三个,无论你对子女有多好 当你老了以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子女都没你对她好 第四个,人老了才发现,当你爬不动了躺在床上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女都会让你心寒 第五个,人老了才发现,你有难处向儿女们伸手要钱时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女,血都说没钱 第六个,人老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发现 钱放在哪里,都不如放在自己的手里,最放心 第七个,人老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发现 你的家,你的家永远都是儿女们的家 但儿女们的家,却永远都不是你的家 第八个,人老了如果把钱借出去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概率,你到死都要不回来 第九个,人老了才发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子,其实都在看媳妇的脸色 第十个,人老了才发现,凡是跟儿女们住在一起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都得翻脸 第十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从小啃老的孩子,百分之九十以上 到你临死的时候,他依然还在啃你 第十二个,人老了才发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亲戚,其实一点都不亲 第十三个,人老了才发现 如果你无能,你的儿女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概率 会比你还无能 第十四个,人老了才发现 无论你有多么的自信 儿女们的事,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根本就管不了 第十五个,人老了才发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儿女 根本就靠不住 第十六个,人老了才发现 自己身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年病 其实医生根本就治不了 第十七个,人老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会发现 儿女们再好,都不如自己的老伴靠谱 第十八个,人老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会发现 对儿子好 其实还不如对儿媳妇好 更好时 第十九个,人老了才知道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 思念最多的 其实不是自己的儿女 而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第二十个,人老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发现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这好那好 不如自己的老伴好 靠这靠那 不如靠自己 最后 祝您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